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今天在云林的北港牛须 这里是台湾仅存的三处牛须的地方 那他每逢的三六九才有开市 那什么都卖 什么都不奇怪 这里可以称作是一个市集 那也可以说是淘宝的始祖 那不只有许多在地人必吃的美食 那他独特的营业时间呢 没有先做功课 是绝对啦一定是会扑空 那牛须顾名思义就是牛之买卖的市集 那在台湾的早期呢 有八十多个牛须 那现在呢仅存三处 而北港牛须呢就是其中之一 是台湾历史的三大牛须之一 那他交易跟牛超过百年 这里也是游客朝圣温体牛肉汤 历史的重要地点 一百八百年 某期呢台湾是以务农为主 那农酥跟田呢就是需要牛脂 所以呢会形成一个 专门买卖牛脂的主要市集 那边称为牛市 那一直到现在呢 虽然这里不贩卖牛 但是这里现在有不少的稀奇古怪 二手饰品 还有这里也有卖活体海鲜 以及一些水果市场 吸引了不少人来挖宝 那牛须的设立呢 主要的功能呢 就是防止牛被窃取 因为牛啊是村庄时代最重要的身材工具 那如果把它集中管理的话呢 就可以减少被偷窃 还有转售 那也可以防止价格被抬高 这就是他的功能 这里的排队美食 他不仅有卖羊肉还有牛肉 那就是一些快炒 那他的人潮非常的多 那表示他的食材是非常的新鲜 大家都特地来这边吃 带大家来看一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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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港牛須位於北港溪的北港大橋兩側 那它旁邊有附設公有停車場 那可以先到牛須走走去採買一些物品 然後可以放回車上 然後旁邊就有北港老街 或者北港朝天宮可以去走一走 拜拜喔 這裡有賣玩具 上面寫通通一律100元 那每一樣玩具都是賣100塊 這是在夜市常常會看到的玩具攤 這邊也有賣柏樹館的藥膏 也是非常的特別 那旁邊就是五藻味的小吃 白糖粿也是蠻特別的 平常是看不太到 那在早市呢 少不了呢 就是有一些海產 水魚之類的 那也有賣一些樹 原藥用品 這裡呢 這裡呢 還有賣毛蟹 目前呢 台灣就是僅存三大牛須 那分別為北港牛須 還有鹽水牛須 還有善化牛須 那穿過北港大橋後呢 這裡就是北港牛須 從外觀看起來呢 真的就像是早市 那一旦走進去每一攤一攤的逛 那總是會讓人家非常的驚豔 感到新奇 大家來北港 拜拜的時候 可以花一點時間來這邊逛逛喔 我才吃肉粥 吃肉粥 下 women 馬同紙 رotional 多家市 都行 就怎麼樣 那總是 京陸 西莊 西莊 正給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